妈妈妈妈我也想拉 拉你吗 所以 到底要怎么拉 看来善良期提高班是无法满足各位饥渴的大福了 纷纷要求万恶赶紧出有关这个花式技巧的教学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非法18中让万恶感觉很好用的花式动作还真是寥寥无几 大多数都还没有那么实用 好在拉球这个动作相比前作来说 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做动作的过程变得比较的简洁利索 虽然还是回不到前几年那种变态逆天的水平 但好在是可以用一用了 那么今天万恶就来给大家剖析一下Drag Back 也就是拉球的奥义 另外听说点了赞都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 好了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操作 如果说拉球有什么非常Inboard的地方 那一定要说他的星级要求了 一星就可以做 没错 你可以拿门将遛对手了 真心不是天风夜谈 究其原因 拉球严格意义上来说 根本就不算是个花式动作 你完全不需要触碰那个让你魂牵梦营的右摇杆 便可以畅畅乖乖的拉出来 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具体的拉法是在球员处于飞奔跑状态 所谓的飞奔跑状态 就是走路盘球的状态或者是立定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按住R1或者RB 也就是你们搓射射门时候按的那个钮 然后左摇杆向菊花方位 也就是带球队员的后方拨一下就可以拉出来了 这个动作在我方前锋背对球们的时候 使用效果非常的不错 有时候你可以象征性的往禁区外带两步 洋装要退出禁区 重新组织进攻 就在对手放松景气的那一刹那 咱哭叉一声就拉了一波 这个瞬间的炮口就对准了对方的大门 因为我们还在往外带这两步 其实也是扯出了一个起脚的空间 拉完直接射门 对方很难有什么反应的机会 这一代飞饭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禁区湖顶处做缠斗 这一招的基本就是那最后一锤定音的一击 效果那是杠杠的 妈妈妈妈妈 你看我拉的踏踏的 自己洗裤衩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 你已经可以在对方门前 如如无人致敬般的想拉就拉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膨胀 你这时候在刚刚从我们拉球学院小学毕业 想要继续深造 我们还要继续熟练这个多方向拉球的技巧 那么可能各位萌新有所不知 这个拉球的过程貌似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但在程序的角度理解起来 其实你是完成了两段的操作 R1RB左腰杆向后 这个动作是一个启示 当这个球员把球拉入自己的当下的那一刻 你的这个左腰杆可以向前后左右 甚至是左前左后 右前右后八个方向波动 这个才是真正的决定拉球这个动作的出离方向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把球拉向自己的后方 熟练的操作 并且可以在实战中根据这个形式 随意的把球拉向最佳的方位 你这才算是真正毕业了 而万老师可以负责任的说 等你真的毕业的时候 其他的真正的所谓的花式动作 你也不需要再学太多了 用这一个就差不多够了 等走上的社会飞黄同达的那一天 别忘了这个母校的杨育之恩就好 那我们还是老规矩来看几个实例 先看这个球 此时我家的佩里希西作为一个四星花式球员 确实有很多的选择 但这一代的很多动作收拾的时候的将之时间都比较长 比如说很多的死病成瘾患者 这时候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右腰杆 又要转一圈了 看起来是很fancy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面对如此密集的进去防守 下一秒没等起脚 这球就得丢 于是万恶的选择是先向后一拉 然后手一定要快 马上把左腰杆向球员的右侧 也就是大概我们这个视角下的左上方 那么一波一个性感的V字就被咱们画出来了 并且球很自然的过渡到了佩里希奇的惯用脚右脚 比这个V字更加性感的一点 就是这几乎为零的静止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小佩佩基本上是刚刚拉完 裤子没提上把脚就射 对方除了这个被拉一点之外 是别无权责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的动作是要事先就设计好的 这跟打2K差不多 你不能先做一个什么动作 等对手的反应再琢磨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个拉球无僵直的优势发挥出来 比如说咱们这个黑毕罗先往前走一步 虚晃一枪 等到这个对手确实被我们带拐跑了 这个时候万恶已经规划好了下两步 就是直接V字拉球接远射 完全是无缝衔接 虽然没有太多的助跑空间 但是毕罗还是打出了一较高质量的世界波 等于是把这个防守他的维埃拉给严设了 对的老同志如此的不尊重 这里要点明一下我们的迪特同学 顺便说一句 万恶对这一代的原设也是有一些心得的 赶紧订阅咱们的频道 不要错过下一期的原设教学哟 在这个例子中 维尔纳面对一个正面 面对他的理解卡尔德 仍然没有给面子 一个V字后拉 瞬间甩出一大片空档 还是那句话 预先要计划好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这里下一步不光是指的是我们的射门 这么简单 更多的是如何射 比如说刚才毕罗的内脚是外脚被轰对脚线 那么这次维尔纳的选择是内脚被搓射 其实这样更方便 因为自始至终 你其实都不用松开R1RB键 拉完球直接按射门就可以了 有时候像正前方的拉球也是可以尝试的 不要觉得那还拉个什么劲 有些是我们已经各种方向都拉过几遍之后 对方此时肯定是会产生一些犹豫 不敢盲目的下脚 一个后拉立即向前 这样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击败 这个防守球员至少拉出一定的起脚空间 另外不停的拉球也可以起到很强的心理羞辱作用 秀他一脸跟拉他一脸的界限逐渐的模糊 这个万恶亲测 熟练了拉球之后 不堪其辱的对手 强退游戏的几率也是大大上升 好万恶看了一下自己这个Word的字数统计 这稿子又写了两千个字了啊 我记得我高考那只作文字数才八百个 这能说万老师真的是业界良心了 没点赞的你们还有几秒钟的机会 OK那么这一期拉球技巧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啊 公主大家早日可以拉的顺畅 拉的吉祥 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拉的对方进去打到处都是 OK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哎呀我忘了点赞了 我没你这样的闺女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